在天津 交警在夜查的时候发现 一辆轿车强行闯卡 最后车辆还失控冲到水里 当天晚上8点多 一辆小轿车向检查点位驶来 当时民警正在对驾驶员进行酒精检查 可不知道什么原因 轿车驾驶员竟突然加速 强行闯过检查点 可因为车速过快 导致车辆失控 一头扎进了路边的水沟里 车身整体呈倒立状态 河水从车窗灌入车里 轿车开始往下沉 现场的交警立即跳入水中进行救援 经过两分多钟的救援 车里被困的三人都被成功救出 并立即送往医院诊治 经检查 由于救助及时 三人都没受伤 据轿车驾驶员交代 当晚他跟车上人员一起吃饭 喝了三瓶啤酒 因为怕被查出酒驾 一时冲动才强行闯卡 目前驾驶员因涉嫌酒驾 正在接受调查